如何拒绝礼品烟 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琪 礼品烟危害多多 但为什么还有许多零售户以身事法呢 原因无非两种情况 一是遇到熟人相求,抹不开面子 二是为了贪图小钱赚个差价 无论哪种情况 零售户都是以侥幸心理为前提 寄希望于别收到假烟 别让烟草专卖局查到 经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不可能总在侥幸中度过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干脆拒绝礼品烟 实实在在的合法经营 不给自己造麻烦 那么如何才能拒绝礼品烟呢 第一,要争取对方的理解 很多零售户买礼品烟是为了帮忙 热情尝试好事 但做好人也不能违法 遇到别人要求代售礼品烟 因耐心向对方解释说明 不是我不想帮你 专卖局经常来检查 如果我卖了你的烟 烟草专卖局就罚我的钱 挺我的烟 大多数人都是同情达理的 道理讲明白了 相信人家也会理解你的难处 如果为了一个小时的小面子 而接下来一旦遇到麻烦事 那丢的就是大面子了 第二,要敢于对礼品烟说不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零售户如果从渠道外进货 要被没收违法所得 并出于罚款 如果一年有两次以上违法行为 就可能被暂停烟草专卖零售业务 进行整顿 甚至被取消烟草经营资格 为了一点赢头小利 而不顾法律规定 那就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自己 零售户因从长远遭向 钱要千方百计算 但法万万不能反 对于违法利益 要经得住诱惑 要敢于说不 古人说君子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卖几条礼品烟 看起来是小事 但涉及的问题不小 既关系到国家专卖政策 也关系到零售户的信誉 和切身利益 节假日过后 希望零售户 能正确面对礼品烟代售 不为情所动 不为利所获 把得住自己的防线 请不吝点赞订阅